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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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我们分梁山楚家寨的左小宝 左姑娘也是我大嫂 大嫂 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 新平贵新大队长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队长 大家都是一起打鬼子的中国人 你嗓子不舒服啊 没有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 咱们都已经站这儿好半天了 不是 不是 是我站这儿好半天了 大家都别绷着了 好歹说句话不是 好歹说句话不是 新平贵 行 对对对你 你 你干什么你 大老爷们你应该主动点 打招 打招 左夫人好 什么左夫人 左大人 我都被你给气糊涂了 左姑娘好 左姑娘好 新大队长好 那人家又不是队伍上的 你进哪门子里啊你 大嫂 你别见怪啊 这更说明我们新大哥 从来就没见过女人 不是 不是 是 是从来就没有相过亲 这更说明新大哥呢 为人憨厚 老实本分 为人憨厚 老实本分 一表人才 两袖尽封 人面受刑 这个词用 用得不对 是人间地灵 也不对啊 那什么 总之一句话 大家都是好人 大好人 来吧 大家都坐 坐下手吧 来来来来 没事 那个 你们先聊吧 你们聊 你们脸先聊着 我就不打扰了啊 你们聊啊 你们聊一下 你们聊一下 刚进了 看得好啊 这儿个特别好 那个 那么的了 来 来 受伤了 被金冰贵给打的 打 打得好 打死他 别啰嗦 跟上跟上 走 好 你 马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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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他现在正好一个人 怎么上吧 做人咱们要厚道 而且他伤成这样 咱不是欺负他吗 不是 啥叫欺负他 他把我打成这样了 不是 你说带我 收入这王八蛋吗 你什么意思 不是 咱总得学会隐忍 咱现在为太军办事呢 板天太军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让咱盯紧了王班德 可不是打他呀 还签订你万主妇 不能被他发现了 咱俩要上去打他 这要是回头 通到板天太军耳朵里 你不但把爱他们的打 板天太军 那还得打你呢 这多不值得 不对啊 马队 和着他打我行 太军打我也行 我就是一挨打的命是吗 不是你说替我出头的吗 你耍我 我这怎么就耍你呢 我这好心劝你啊 别说了 赶紧跟紧他 只要他干了什么坏事 咱回头啊 在板天太军那儿一告 肯定会重重有赏 这重重有赏 每回都有赏 哪有赏啊 少啰嗦了 快走 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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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姑娘是哪里人士啊 很远 在玉瓶 玉瓶啊 那是人节地灵之地 那边风景独好 山清水秀 是山美水美 人更美 新大队长 是不是跟赵传奇 待得太久了 连说话都学的 没有啊 你不习惯这样说话呀 有点别扭 赵传奇是王班德的时候 就这样讲话 所以听着不太习惯 是吗 是吗 其实我是读过私塾的 我跟他赵传奇不一样 赵传奇他 咱们俩是不是要一直在这儿 说赵传奇的事情啊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因为赵传奇 给我介绍说左姑娘 也是读过书的人 所以我 很遗憾 赵传奇把你忽悠了 我没读过什么书 没读过书也好啊 新大队长 我这个人呢 喜欢直来直去 用你们男人的话说 我就是一介武夫 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我不知道赵传奇 是怎么跟你说我的 反正我是不想藏着掖着 我左小宝有过男人 并且刚刚过世 自己也不年轻了 年过三十 不是名门闺秀 喜欢武枪弄棒 手底下还有一帮弟兄 如果新大队长不喜欢这些 那咱们就别谈了 免得大家都难受 不不不不 这些赵传奇都跟我说过了 我不介意 其实我新平贵 也没什么出现 在老百姓心目中 我还是个高汉奸 这我心里边明白 你说 人家谁家黄花大闺女 愿意嫁给我这种人呢 再说了 我年纪也不小了 也是年轻半百之人了 我也不会挑肥减兽的 我 不不不 我口误 对不起 我我口误 我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左姑娘不嫌弃 不挑剔我 那我就非常高兴了 新大队长 你不用解释了 我左小宝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也不妨告诉你 我和赵传奇有过节 我看不上他 甚至是恨他 原来你也恨他呀 说实话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 既然是这样啊 那咱们俩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跟你说句 掏心窝子的话 我也不喜欢赵传奇 我甚至恨不得他死了 我 你是不知道 赵传奇他把我害得多惨哪 我今天能成这个样子 都是被赵传奇给祸害的 这就奇怪了 赵传奇在我面前 可从来没说过你半句坏话 把你夸得跟大英雄似的 他没说过我坏话 是真的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 我也不管你们俩是怎么回事了 反正我觉得赵传奇身上 还是有他的好 还算是个大老爷们 所以他能把我介绍给你 也证明你人不坏 那那是当然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坏人嘛 好 新大队长 你对我还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要求 什么要求 我没有啊 那好 既然你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那我左小宝也不怕丢人了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都不怕别人说闲话 我要是再推辞 那就显得太不大度了 这样 我们就先凑到一起过吧 免得赵传奇他恕我不仗义 接下来的事情 你们男人看着办 我随时候着 告辞了 新大队长 我送送左姑娘吧 不用了 那 先抬尖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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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来 军爷 您来了 我们大队长要的东西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看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你看 你拿好了 全都在这儿了 慢走 药刀在里边 转告他 务必搞到鬼子的军火 太太 您好 知道了 您来看看衣服 道歉的话还是少说两句吧 我们太太 马上就会过来这里裁衣服 到时候 给她做得精致点 比什么都强 好好 军爷 您慢走啊 慢走 你得见到这儿花色 好漂亮 起来 来 把药吃了 谢谢 谢谢 你从正门进来的刺书 太频繁了 没办法 不然 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消失 跟踪我的人会起疑心的 可是 你来这里刺书越频繁 日本人也是会怀疑的 明白 我有应对的办法 不管怎样 当务之急呢 是让你的伤尽快好起来 谢谢你 谢谢你照顾我 让你费心了 太客气了 就算是 我又还你一条命吧 你还当真了 用不着你还 那是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说实话 我还是发现你有伤得好 你说什么 你现在像个女人了 起码不跟我斗狠呢 你知道吗 我可受不了你跟我阴阳怪气的 横眉又竖眼哪 你跟我说说 你为什么对我 突然来这么大个转弯啊 我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 你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我哼为树言的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我扮成王班德的时候开始的吧 你跟他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他是你男人 你又开始话多了 九九三 你这身体也太虚弱了 怎么又磕造浅了 这要是接了万三天两头病 我可受不了啊 来来来 我给你倒点水 好药吃了 到屋里躺着 你爸一说呢 就当我没问 说说吧 是怎么回事 什么任务这是 谢谢 军统发来电报 说太原日军的密电码专家 会携带电码机去南京 尚风命我 务必把他截下 想办法 交到国军的队伍上 东西拿到了 什么机器这么重要 有了它 国军就能轻松地破异 日军所有的密电码 对整个战事 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是一台机器 能扭转战局 战争的胜负 不只是靠获胜的一方 还有很多东西 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 还是说说我们的任务吧 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 说实话我也偷偷了 谁知道这个老爷 会把东西藏在哪儿 你有听过一句话吗 什么话 最危险的地方 也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是说 老爷可能把东西 重新放回了保险柜中 你变聪明了 我认为至少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把东西分开了 一份在保险柜 另一份还在他自己身上 还有啊 布防图和作战计划 可都不是大物件 完全可以绑在自己身上 始终不脱离自己的视线 你说得对 归根结底 还是要有准确的线索 我会想办法的 你这都什么脾气啊 没结婚怎么了 没结婚我就不能来了吗 还有什么可丢人的 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我想来就来 我告诉你 再跟我耍婚 我就不娶你了 什么东西 静中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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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大晚上不在你自己宅子里待着 你跑我这儿干什么 我可警告你 要是被鬼子发现了 我可不护着你 拉倒吧 你什么时候护过我 放心 今天晚上我之前 四处走动门是很正常的 再说了 也没尾巴跟着我 行了 行了 有话快说 说完了赶紧走 也没啥事 我就是想提醒你 你不要因为警道急死了 就天天乐呵呵的 别到时候让小鬼子看出什么破绽 那就麻烦了 完了 就这事 我想问问你啊 小鬼子的军火库 你们一大队最近有没有兄弟 过到那边帮忙搬炸药什么的 哪个军火库啊 怎么个意思啊 小鬼子的太原城还有第二个军火库 我说你是真傻呀 还是跟我这儿装傻 你明明知道太原城只有一个军火库 而且还全是日军罢手 别说我一大队了 你见过哪个黄歇军的人靠近过 你小子又耍什么花花肠子 不会是想琢磨炸了他吧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就当我没问好了 我就当你没来过 那一家我们也想起来 走 到我这儿了 怎么去哪儿了 你也想起来 你去哪儿了 你就不能來 我去哪儿了 他说我这儿我的大人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厉害 不是你孩子的我娘 是她老人家坚持要把 八路藏在她的棺材板底下 这才招惹了杀臣之火 我不敢把这笔账 寄到你的头上 但是你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要不是你顺水推舟 我娘不会出事 所以 我不会轻易原谅你的 那也是我娘 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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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好极了 对于赵传奇 你只有两件事情可做 恨与狠 不 我对他只有一件事情可做 就是杀了他 你真的看仔细了 不是我看仔细了 是我根本就靠近不了 据离军火库十几里的地方 全都是鬼子兵 层层防线不说 只要是中国人 不管是伪军还是针机队的 都进不去 果然不出我所料 想证明打军火库的主意 看来是行不通了 还得想办法混进去才行 我说的话你是不是没听懂啊 中国人都进不去 日本人总能进得去吧 你的意思是说 让何记者 给咱俩化妆成小鬼子 用不着这么麻烦 小鬼子都是咱中国人的孙子 跟咱中国人长得没上两样 那也不行啊 咱队上的人 鬼子都认识 心平贵的人 又被你换到大后方去了 他那边 能跟咱们一条亲的 我估计研究五六个人 要想炸了他 其实关键一个人就够了 你说什么 炸了他 不是吧你 部队急取武器弹药 上级给咱们的任务 是想办法把军火偷出来 你怎么能把他炸了呢 对啊 是让我们想办法 我是想不出来了 你想得出来吗 我 我想 你想什么你想 你要是能想出办法来 就不会长着山药蛋的脸了 想办法指的是动脑子 这跟我脸长啥样 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有山药蛋的脸 就不可能有脑子 看啥看 你说你都这么长时间里 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 我是没想出办法来 但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再艰巨的任务 也要想办法把它完成 而不是 而不是什么 任何事情都要激动灵活 不能抱着一颗大树吊死 我告诉你 就算不能把武器弹药须出来 也不能留给小鬼子继续打咱们 那只要让那些小鬼子 都没武器弹药了 那他还能拿着啥打咱们 那这不也是变相完成任务了吗 你这不是抬杠吗 反正我把吕政委的指示带到了 你自己决定吧 吕政委 你现在管人家叫政委了 不是当初你绝个嘴跟我说 上级怎么让他来当政委 这不乱他了吗 看什么看 看我也没用 枪头草顺风刀 你什么态度啊 我 我这还不是怕你犯错误吗 好 我也不犯这个错误 咱就等着吧 等什么时候想出办法 他再动手 看到那个时候 黄花菜凉不凉 那 还是按你的办法炸了他吧 这不就完了吗 费半天痛了性子 那你说说 怎么炸呀 没想出来呢 那费半天痛了性子干嘛 瞎聊啊 有毛病啊 你长脾气了你 当务之急 还是要摸清鬼子的作战计划 是否在老爷身上 新大队长您来了 您这是 我们大队长是来看望左姑娘的 她不在吗 看望谁 左姑娘 对啊 左姑娘 就是你们二当家的 在呢 你看看还带礼物来 不是给你的 我帮你拿一下吧 我自个儿会的 二位先大堂坐啊 我去帮你们叫大 不 左姑娘 来 来 那个 老爷 好 好 没有 您 说 什么 再来 Ef 老爷 老爷 别还要 有 regulate 你 帮你 那 然 你 左姑娘 这是我们大队长的一点心意 新大队长太客气了 没这个必要 不不不 第一次登门拜访 礼仪还是应该有的 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那就谢谢新大队长了 不谢不谢 赵传奇没在啊 你是来找他的 不是不是不是 哎呀 我怎么会吵他呢 我吵他干什么 我是专程来看望你的 左姑娘 新大队长 你先说 你先说 真傻呀 左姑娘 要不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你说在这儿 这儿 你说是吧 你好 左姑娘 请 我说兄弟 他们俩怎么回事啊 是啊 我也纳闷呢 他们俩怎么突然凑到一块去了 传过来 传过来 伐他呀 好 好 抢他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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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技公事之前 军火库是重中之重 一定要保障那里的绝对安全 请将军阁下放心 帝国士兵在军火库周边层层步伐 连只苍蝇都休想飞进去 不可大意 我们以往的失败 往往就是因为轻敌 更何况 朝传奇的独立团 不断在附近骚扰 他们的终极目标 想必也是军火库 绝本能有丝毫的携带 那有啊 擦擦啊 小心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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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再来 对不起 将军阁下 汪大队长 你很清闲啊 将军阁下 我真的不是游手好戒 实在是因为帝国军官 逼着我的部下 陪他们踢足球 还让我们抓紧训练 说是踢好了陪他们比赛 我也没有办法 你的部下都练好了 别提了 都是一群土豹子 什么时候玩过这洋漫影 但是帝国军官 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个个都是高手 想必将军阁下 也会踢两下吧 将军阁下不但会踢 而且还是球场上的高手 什么 不对吧 我好像听帝国军官说了 说我们太原城 所有的帝国军官 除了板天大佐 不会踢球之外 剩下的一个 就是小野将军了 一定是我听错了 对不起将军阁下 耽误您的时间了 将军阁下真是身藏不露啊 但是我王班德 已经练了很久了 不见得会输给您 如果将军阁下不嫌弃的话 我们可以在球场上 一见高下 你看呢 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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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 走 快 抢头 快 快 走走 抢不了 快 看你的了 快 抢不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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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你们厉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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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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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好了 将军阁下 踢得真是太好了 王大队长 你的部队 在球场上跟战场上一样 都是黄军的败将 小野将军 这是暂时的 总有一天我相信我的部队 会击败你的 等你的部队练好了告诉我 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 将军阁下真是有容乃大 感谢你的支持 好 又打中了 左姑娘运气真好 什么 运气 不不不 用词不大 应该是这个 太运气了 精彩 精彩 太精彩了 左姑娘的枪法真是太准了 简直是百步穿羊啊 佩服 佩服啊 好久没打了 没想到打起来 真过瘾 谢奖 怎么了 不再试试了 再试 再试 小鬼子就该以为八路来了 怎么 新大队长 未想到带我来打枪呢 我是个粗人 这平常呢也不爱逛街 也不会呢去跳舞 更没有什么雅性 扛了一辈子枪 就剩下这点爱好了 我知道左姑娘 也是个练价子 依你的性格 我猜你会喜欢这个 没想到 你还挺会琢磨人的心思 你做到了 我确实非常喜欢 您喜欢就好 那我就太开心了 说实话 我整天待在宅子里 整个人都快憋屈死了 赵传奇 连大门都不让我出 我也怕惹麻烦 这时间久了 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臭小子 管天管地 还管你出不出门啊 我回头好好教训教训他 他怎么能这样呢 这也不能怪他 以我的身份 出门只能给大家带来灾祸 带来灾祸 你什么身份 怎么 赵传奇没跟你说啊 说什么 我 我明白了 他确实应该这么做 你说这小鬼子真是 真是丧尽天良啊 禽兽不如 光天化日之下 见到梁家妇女 就肆无忌惮地奸杀 更别说左姑娘 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子了 那小鬼子见到 还不跟恶狼一眼扑上去啊 新大队长 你这也太言过其实了吧 什么年轻貌美 我不过就是一个 人老朱皇的寡妇 用词不当 你哪里是人老朱皇啊 我在你身上看到的 是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霸气 是我们这些男人 都比不上的豪气 你真是啊 好了好了 再往下说 可真就是奉仇化了 我左小宝 还知道自己几尽几量 是是 是有点过了 但是不难看出 左姑娘是豪爽之人 令我钦佩 我呢也不想隐瞒 我对你的看法 咱们虽然交往不多 但人与人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第一眼的感觉 对眼了就是一路人 不对眼 再怎么交往也白搭 说得太准了 我打第一眼看见赵传奇 我就知道他不是个什么好鸟 说我们的事 不应该提他 我对新大队长感觉很好 能感觉到你是个性情众人 不会搞什么旁门左道 如果你不嫌弃我 我做小宝愿意嫁给你 啊 下火宝愿意嫁给你 我拿来 看你 你不愧疑 必须的伤口 你不愧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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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担心就算是倒在不同沙场 我们会奔下同一个胜利 让生命呼啸吧 最凉的号角 让热血虚击最强的风暴 让刺刀晒调吧 最快的锋芒 让烈火吞噬掉 融化掉敌人的疯狂 让戏指漂亮吧 最红的海洋 让信仰给我最强的力量 让子弹穿透 每一个星人者 让铁血告诉你 这是英雄的国家 将破红重逢 无畏惧伤痛 就算是等不到黎明 我也要看到破晓的曙光 向前冲 向前冲 兄弟 没什么 没什么担心 就算是倒在不同沙场 我们会奔下同一个胜利 让生命哭笑吧 最凉的号角 让热血虚击最强的风暴 让刺刀晒调 最快的锋芒 让烈火吞噬掉 融化掉敌人的疯狂 让气质漂亮吧 最红的海洋 让信仰给我最强的力量 让子弹穿透 每一个星人者 让铁血告诉你 这是英雄的国家